长年期二十七,周二双数年,加拉达人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四节,若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。 小德兰福传之友,曾庆岛神父赌经反省2024年10月8日,耶稣基督。 今天福音里的故事非常的温馨,也非常的人性化。 耶稣繁忙地工作以后,能够在好朋友的家里找到一点休息,真的太棒了。 马尔大为了招待耶稣,忙碌不已,当然是很值得钦佩。 当然,耶稣也很感谢她,但其实她的妹妹玛利亚也在招待耶稣。 因为客人来了总不能不陪客人讲话,让客人呆呆地一个人坐在客厅等饭吃。 马尔大热心在厨房准备饭菜很好,可惜的是她以为只有自己在招待耶稣。 妹妹没有做事,而批评她。 可能马尔大跟耶稣很熟了,马尔大很直接的口气里甚至有点埋怨耶稣不告诫玛利亚的样子。 马尔大和玛利亚传统上代表了以活动和以祈祷侍奉天主的两种方式。 两种方式都很重要,也都需要保持平衡。 活动是做宗徒,祈祷是做门徒。 但就像耶稣的宗徒们被派遣出去工作传教之前, 先要跟耶稣在一起做他的门徒,聆听他,观察他,学习他, 以先后优先做考量的话,确实应该先做门徒才有能力去做宗徒。 也就是说,要先祈祷才能行动。 今天在赌经义礼,保禄及天主的恩宠归以后, 没有立刻就去传教行动,却立即去了阿拉伯的荒野。 在那里祈祷,跟天主交往交谈,求天主指导未来。 葡萄汁先跟葡萄树连结起来,才能源源不绝地结出果实。 小德兰成为传教主宝,就是因为教会看到祈祷为传教的必要性和首要性。 小德兰扶传之友要积极主动地去做扶传,向人介绍耶稣, 但是不能忘记也不能小看每天要为扶传献上的祈祷神花, 及一端玫瑰金。 千万不要小看祈祷的功效。 灵修家门说, 祈祷是我们人能够操控天主的良方。 人祈祷是对天主的信任。 天主为了不辜负被人信任的自己的面子。 真正为人好的,不会不搭云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